葬儀隊 葬儀隊 問那個西索尼 西索尼 西索尼的 結果他就哇那個聲勢好大 可是他算到D28 我發現他爸爸也在裡頭 所以 事實上他爸爸就是 那一天的工作就是這個 可是他又跟著那個葬儀隊後面跟著爸爸走 然後終於就休息了 休息然後就是 下雨排球就這樣哭過去 打達說 爸爸在哭什麼 那爸爸說因為總統的 雅達說是不是總統死了 那爸爸說不是 是總統PMS 來這邊做讀書會然後看到台下那麼熱烈的 那個觀眾反應你有沒有什麼 感覺 我想其實這部片子 我很希望因為我們在高雄台設 我很希望其實高雄的市民 他們都可以一起 來觀賞這部片子 因為真正是一部屬於高雄 當地的一個 不管是演員 場景 真正屬於高雄市市民的一部片子 那我希望他們都可以一起來 參與來看這個片子 那當然我也希望這個片子 在這裡開始 能讓全台灣的觀眾知道 這是一個獨特 一個黑色幽默黑色喜劇的片子 它是台灣武士產業 少有的一個作品 那我希望從今天開始 能從這裡開始 從這個讀書會開始 讓大家慢慢了解雅達的世界 那你透過這個雅達 是想要傳達窮開心的概念嗎 那你當初怎麼會選擇這樣的一個題材 我覺得其實 整個生活 當然充滿了一些 充滿了一些挑戰跟無奈 那每個人都是 那我想 我們需要一個開心的節目 開心的片子 一個黑色幽默 一個黑色喜劇的片子 我們希望其實每天都能 讓大家在看尼雅達的時候 能有一種非常愉悅的 觀影的經驗 那我覺得這個是 也是因為希望 我希望能走出台灣的不同的類型 電視的不同類型 一個比較有趣的 影視的作品 黑之狗 當然也是來自於高雄 也是叫康康 他是一隻牛頭梗 那我們是在文化中心 我一直說我要找牛頭梗 那所有工作人員說 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那有一天我們就在文化中 我們就看到有一個人突然 牽了三隻牛頭梗在我身上 好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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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